说到最萌的广告美女李依景 因为甜美外形 出道后拍了超过50只广告 还发了一张专辑 甚至积极往戏剧圈发展 2015年曾经角逐金钟女配角奖 演技备受肯定 但私下的李依景 其实饱受忧郁症所苦 长达24年 因为7岁那一年 她发生一件可怕的事 行为开始变得怪异 不但常常把自己的身体勾流血 还把橡皮擦塞到鼻孔里 念书时更有严重的社交障碍 童年时期的李依景 到底遭遇了什么事 让内心阴影挥之不去 这是她第一次勇敢面对镜头 说出不为人知的过去 一双无辜的大眼 是李依景的招牌模样 0.38 0.38 0.38 所以我们才都要一个月忘吗 老板 一样的 我实际上自己拍了什么 有些工作经验 我其实做完我就忘了 心思都在赚钱上 所以你根本也没有去记录自己 到底拍了什么 广告女王李依景 光是出掉前情 就至少接了50支广告 别看她镜头前 看似甜心教主 撕下的她可是古名精怪 脑袋一直在转 那个是没有办法一直以来 都会有的一个毛病 她就像一个疾病一样 她没有办法静下来 我不知道 我可能就是一个怪咖吧 这下粉丝们对女神的幻想 恐怕都被破灭了 就连专访这一天 治症当中 她照样顶着艳阳 骑单车赴约 但到当第一件事不是补妆 而是狂灌水 吃过冰吗 可是这样喝冰的好吗 那我喝 就是这样自然不做做 开朗帅转的性格 让她拥有好人缘 但李景私下坦诚 以前的她和现在 简直天壤之别 其实我从小到大 我不是一个很开心的人 小时候好像就一直 隔着一个什么 在跟人相处 我其实是很怕人的 然后小时候确实有很多 比较不好的回忆 直到我去了舞台局 然后一个老师真的 把我拉回来 不是要回家 你就要对我负责喔 这样我就不是一个人 然后我演的是一个 有分离焦虑症的一个女孩 那她当然就是有小时候的一些 她自己走不出的阴影在 所以她一直揪着那个东西 所以伴随了她整个成长的过程 所以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也觉得就是在演自己 有 掀开从未愈合的伤口 宛容鲜血淋漓的解剖过程 更糟的是 那使得她还饱受厌食症缠身 她就像一个很恐怖的一个疾病 你的脑袋就是一直逼着 你去做这件事情 你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 你就是一直陷在那个回圈 一直你很不开心 你每天都觉得自己这样子很讨厌 从厌食症到暴食症 到催涂 整个过程大概有6年吧 很可怕 但是对李怡景来说 这长达6年痛苦背后 走不出的阴影 是7岁那年发生一件可怕的事 我遇到了一件 我好的事情 然后其实在今天讲之前 我好像又以为我自己好了 可是每当聊到这个 好像还是会有一点点情绪 会牵动自己 事隔26年 李怡景只要一回想起 还是忍不住闪懒泪下 那时父母忙着做生意 就读小一的她是个钥匙儿童 有一天放学回家 竟遭人一路尾随 她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可不可以跟你借你家的厕所 然后我就让她进家门 她说那你可不可以带我去 那我就带她去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 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什么事情 年减7岁 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女孩 因为好心帮助他人 竟被坏人一步步诱骗成功 还强迫她脱衣抢吻 然后等到我真的发现 不对劲的时候 我要 我跟她说 我爸爸妈妈快要回家了 她就赶快就要离开我家 但是当她不是往家里楼下走 而是往家里楼上走的时候 我好像失去信任是在这一刻 就是她既然是我家楼上的大哥哥 好像是你自己的亲人 伤害你的那感觉 好像就变得不可原谅 从那刻起 李景对人失去了信任 即使在家险遭性侵 她也从未向父母提起这件事 一直都是觉得自己是一个人 没有办法对自己的亲人 看看而谈 没有办法对自己的亲人 然后把心交出去 后来李景不但变得越来越封闭 甚至还会做出一些反常行为 让人不寒而栗 切那种小橡皮擦 然后切切切很小块很小块 然后就会塞在自己的鼻孔里面 然后抠墙壁上的壁纸 然后塞在自己的耳朵里 然后就会想把东西抠流血 流血之后结痂的把它抠流血 就是想让自己流血 然后我会常常躲在家里的椅子底下 或者是那种柜子里 有那种空间可以包覆自己 的那种环境 我才觉得安全 李景的内心仿佛逐起到高墙 不让任何人靠近 在学校她更是一个人默默不语 你面对人你就害怕 你就不敢 所以在学校 很多的时候也都是被排挤的 那个角色 所以从小到大没有什么 真正所谓的可以 讲话的好朋友 所以一直以来我 都是把话吞在肚子里 没有讲出来 即使有严重的社交障碍 但有一回 她看到男同学欺负女生 她竟然挺身而出 反倒人为被霸离的对象 就常常看到她被欺负 然后有一天我就真的受不了 就他们下课就拿篮球 一直K她的头 然后那一天我就 把篮球接起来 我就往欺负她那个男生的头上 砸过去 然后从此之后 我们两个就常常会一直被欺负 你可能抓你的头去 那个水龙头前面 沖水 拿球给你 可是自己被欺负的时候 都觉得没什么 我很好 我一点都不怕 不断的自我安慰 过度压抑 14岁那年因为母亲的一巴掌 让她做了这辈子最后悔的决定 那是她第一次打我 不知道就是有时候 莫名的心碎跟 你们都不懂我 我那个时候就知道 就最狠的方式就是 完全不要让对方找到你 所以我就这半年 就离家的半年 我就完全消失 像人间争霸一样 李景夫妻离家出走 未成年的她躲在泡沫红茶店打勾 只要有一天 母亲突然出现在店门口 她这才明白自己有多么不懂事 我觉得我很对不起她 我爸妈都是很辛苦的 很辛苦的人 尤其是我妈妈 我有时候也会在想 如果自己 不要这么敏感 不要这么 我应该要对我妈妈更多的体谅 事隔多年后 李景仲有勇气对妈妈说出这番话 因为从小到大 父母的关系她都看在眼里 我妈妈她是在菜市场卖衣服的 她就是照顾小孩 然后帮老公还债 然后每天嘎三点半这样子 然后好像有一段时间是 我爸爸开始做生意 他不赌博了 然后他开始卖皮贱 但谁也没想到 父亲生意失败后 又沉迷于赌博 17岁那一年父母离异 李景为了帮忙分担佳绩 无意间踏上新途 因为我从小并没有明星梦 我一开始17 8岁的时候是当模特儿 我纯粹就是为了赚钱 快点啦 就算那个啦 我也可以好感动 拍了两个广告 然后被找去演戏 然后也不知道演戏是什么 反正我就背熟了 我要接什么我不要忘记 就不要辣子 你为什么要去找他 杰林还去谢林仁 我这么做是为了公司 也是为了你 你们来人就是这么自大 我们终于只有自己的世界 从模特儿拍广告 甚至跨足到戏剧圈 后来李景还成为一片歌手 把你的爱全部带回来 告诉我你也告诉我 相信你能解得开 我那时候就太自我了 很不知道怎么跟人互动 所以我其实一直在拉扯 还是要隔个不路的感觉 没错 我就是这样 你怕我太直接 不会 我也怕我讲得太直接 就是这样感言的性格 让经纪人在旁面把冷汗 因为李景说 现在的他能够走出伤痛 除了要感谢舞台剧的罗北安老师 还得要感谢一个人 那时候我手做的 另外一个要感谢的是 我现在的男朋友 很感谢他 因为他让我自己才有勇气 能够去 去讲这些 去对自己诚实吧 我爸欠了一壁股债 他做过很多小生意 但是没做必爸 我们是拍戏认识的 他是做幕后的 他是我第一个喜欢的人 那我第一次知道 原来喜欢的人是这种感觉 这是李景投一回卸下心房 勇敢去爱 隔一年他首次认为金钟奖女配角 那后来没得到有失望过 完全没有 有很好 但没有 没关系 可能就胸无大致吧 出道十几年来 第一次得到肯定 有没有得奖李景看得很开 难不成33岁的他 已经有了想婚的念头 没有想过结婚 其实结婚感觉好像是 彼此害怕对方会离开 才要有这样的一个契约在 两个真正相爱的人 不需要担心这个 那如果真的要担心 那也就代表 你们应该要分开了 好像自己很渴望 很真 很纯粹的东西吧 因为过去了李景 没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现在的他只想回到 最纯正的那一刻 2015年他独自一人 骑熟女车环岛 我想要找到一个 回归到一个零的一个感觉 就想要全部重新 一个新的一个感觉 我想要把自己的名字丢掉 把所有过去的回忆 全部丢掉 而且我觉得他是做得到的 所以就开始这个过程 花了十天的时间 李景总算跟过去了自己告别 找回前所未有的平静与快乐 他说下一步想要去流浪 用心感受生命跳动的每一刻